我怀疑我家仓鼠成金了 上次因为水饺不喜欢吃我给的小玉米 然后我就给它做了磨牙饼 今天早上拿给它吃的时候 硬生生的被它给抢走了 晚上回来发现 它竟然把里面的鸡肉都挑出来吃光了 剩下的全部都是紫薯 既然水饺这么喜欢吃肉肉 那今天就用肉肉来做它们最爱吃的大餐 先来几只香喷喷的水煮大虾 给它们每只一小块 然后剩下的我就吃亏一点帮它们给吃了吧 接着是很像辣椒酱的胡萝卜营养泥 这个我是第一次给仔仔们吃 有点担心它们会不喜欢 所以我就直接挤在虾的上面了 再来几个酸酸甜甜的大黑头 切成薄片之后再分给它们吃 每只给一片就够了 这种新鲜的水果还是要少吃的 不然很容易拉肚子 然后是仓鼠都可以吃的 这个是真的有巧克力味哦 而且味道还有点甜 每只给个两颗就可以了 给你们看个新的零食 猜猜这是什么 这个跟我们人吃的水果麦片很像 但是呢 闻起来有一股很浓的咸菜干的味道 给它们每只来一点 看看喜不喜欢 然后是超级可爱的拉面鱼板片 这个看得我好想吃啊 像不像我们小时候吃的猪耳朵 不过这个是迷你版的 闻起来还有海鲜的味道 对了 你们之前不是一直问我 为什么可以经常给它们买好吃的吗 是因为我把旧手机都翻出来卖掉了 毕竟放着也贬值 还不如放到爪亮剂APP上换钱 一键就能下单 顺风还免费取键 我都卖了好几千了 然后再来一些香香的椰蓉 偷偷告诉你们 这个撒在果冻上面超好吃的 最后是这道菜的灵魂 辣椒面 这可是酸酸甜甜的 一点都不辣的哦 做好先来给水饺尝尝 今天有些反常啊 吃的特别少 哎呦 你居然 那 那就大餐怎么办呀